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7号举行事项会晤 俄方预定将于莫斯科时间的7号下午6点左右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当晚深夜11点开始会晤不会直播 但是呢会在之后公布结果 白宫6号表示会议将聚焦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活动 但人还将谈及网络安全伊核等问题 还有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白宫于上周末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于7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加密事项会议 白宫6号表示拜登将在此次会议中强调美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活动的关切 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白宫重申拜登政府在美俄关系上的目标不是让两国关系升级 而是让两国关系建立更稳定的基础 在和普京举行事项会议前一天 拜登和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等主要北约成员国的官员举行了通话 凤凰卫视王又又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